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中医学的几个特点 大家每天都在讲说中医和西医不一样 那么中医和西医不一样的哪里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 从它的哲学基础上 从它的思维方式上 等等方面都不大相同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中医学的一个特有的东西 就是它本身的一个特点 既然叫做中医学的特点 那么也就是说它自己都有的 首先我们来说整体观 什么叫做整体观呢 整体观它告诉的是我们 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在面对或者说在研究一个对象的时候 要把它做成一个整体 不能用一页章目 也不能用看到局部 而看不到全体的这么一个思维 来面对我们人体 那么从整体观上来讲 中医学首先认为 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大家如果有点中医学的基础都清楚 我们中医学认为人是以武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观 那么在武藏当中 那么在武藏当中谁是领导啊 心是领导 所以在皇帝内经领来密典论当中说 心者君主之官 心他就是皇上 所以首先谈的是以武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观 在武藏当中 心他是皇上 他有隔五个 他是老大 还有谁在帮他干活啊 飞 还有皮 还有干 神 这五个构成了人体这个中央集团的五大常委 他是皇上 这四个配合他来治理人体这个国家 是以他们为中心的 那么在这个中心当中呢 又是以他为领导的 就是他说什么别人必须听话 其他的工作 完全围绕着他的行政指令来工作的 我们把它叫做五个常委 同时呢 每一个常委下面 还有自己一个铁哥们 和谁关系好啊 心 他和小常 小常 听他的话 最和他关系好了 肺呢 大肠 皮呢 和胃 肝呢 和胆 肾呢 和膀胱 所以大家有时候就很明白我们中国人在说一些话 比如我们中国人常常常在讲说这个人是个热心肠 为什么叫做热心肠 热心肠热心肠 心就指的是他 肠就指的是他小肠 为什么不说热肠 为什么不说热肝胆 热脾胃 热肾胃 热肾 不是热的 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热的 那么热表现在哪里 所以中医学里边有个词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后边的阴阳学说当中我会讲到一个寒一个热的问题 一说热一定不是指的体温高 一说热指的是什么这个人很热情 面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物的时候呢 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康奋的状态 他不是那种冷漠态 冷漠态就叫寒 康废炭就叫热 所以你有时候在大陆上走路了 好好的 我到那个什么地方 我不认识这个路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个老大妈特别热心肠 他马上告诉你说 你从这个地方走 走到前面第几个红绿灯 十字下边 你想拿一边拐弯 拐弯以后再走到第几个红绿灯下边 你再向哪边拐 他不跟你说向左拐向右 不跟你说向南拐 向西拐向北拐 他只告诉你向左拐向右拐 最后我们一听 这个人给我们指路指的太详细了 比GPS还准确 那我们心中什么感觉 热乎乎的 所以我们后边就会给人家这个大妈点赞 说这个大妈真是个热心肠 因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是以五脏为中心的 而在五脏当中又是以心为核心的 这是常委当中的 谁啊 领导 一把手 企业的老总 你下面所有的副总不副总的 主管不主管的 你都得听老总话 老总说其实我把你开了 是因为你不热 人家热了你不热 就把你开了 所以你必须听人家的话 明白 所以人就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观 那么以五脏为中心的这个整体观 他们在生理上和病理上 那他们就是相互有关系的 生理上就是相互协调的 每一个脏或者说每一个局部的功能活动 都是整个整体活动的一部分 不仅仅有个五脏和这个六腑 他还有什么呀 每一个脏 他不仅仅带着他的腑 他还携带了他的五体 还携带了他的五官 还携带了他的五治 等等等等问题来 所以以五脏为中心 把我们人体从里到外 所有的结构联络在了一块 形成的这么一个五大系统 所以任何一个系统当中的 任何一个部位的问题 都会影响到他的主要的领导 而其他的人发生的问题 还会影响到心 比如我们说这个人眼睛出问题了 说眼睛怎么了 说我眼睛这两天有点红 眼睛有点疼痛 他有点发色 这可能是临床很常见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看谁的病去 你如果看西医大夫 那你一定是看到五官科 那你如果找中医大夫去 那就不一定是五官科的事 眼睛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是谁的 这是他在外边的一个表现 那他外边的这个表现 是表现哪里 表现的是中央集权的问题 那么我们找谁去 那你看这个眼睛 它和谁有关系 肝 连力是胆 肝胆相照 是吧 肝开窍于目 所以我们最后直接追查责任 就追查到这儿去了 眼睛不是眼睛的问题 眼睛是你这个领导的问题 你这个领导出问题了 所以他自己出问题了 所以这叫什么 追根溯源 就查到肝去了 最后的问题 眼睛红肿了 眼睛色通了 是肝这个地方有火了 所以你看这个人体挺有意思的 它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主要的力量 是不是 常委领导 他们这地方有点打喷嚏 他们这地方有点伤风 他们这地方有点上火 他自己可没啥感觉 他让人家别的地方 这些小地方替他受罪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终于在 诊查疾病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所以说从生理上 他们之间是相互协调的 从病理上 他们是相互影响的 每一个局部的活动 都是这个整体活动的一部分 所有的组织结构的活动 都是为着人这个整体而去服务的 整整的一个什么团队 整整的一个集体 所以按照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五脏为中心的 生理上 病理上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所以在诊查疾病的时候 诊查疾病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呢 就应该首先强调的是 整体观 其二一个呢 就要 健为执着 什么叫做健为执着呢 我看到你眼睛的病面 我要直接查到你肝那个地方 我查到你肝那个地方还不行 你肝和谁还有关系 比如说肝和肾有关系没 肝和肺有关系没 肝和皮有关系没 叫做健为执着 再一个呢 以相测脏 就是它外部的任何一个表现 它一定反映的是内脏的病理面 你不要紧紧看到眼睛 你要透过眼睛去查到 它应该是肝的问题 比如说我后面 我们后面还要讲 你舌尖上长了个溃疡 你不要紧紧到这个口腔科去看病 口腔科去看病 舌尖上长溃疡了 给你点维生素吃 给你来个疏口液 疏疏口 然后告诉你皮肤黏膜的棉疫 已经能低下了 最后可能你治疗了半天 没有什么结果 谁的问题 舌尖的问题 这是它的一个外在表现 它反映的是谁 它反映的是心的问题 所以要从心上而知 所以只有把心的问题解决掉 那么它外边的这个表现 才能好起来 你比如说有些人 鼻腔里边长了个肿块 觉得有点疼 最后一摸 里边肿的了 甚至长了个小疙瘩 我们叫里边长了个小结子 那你在五官个看病 还是看到鼻子 对吧 但是在中医里边看病呢 我要通过你这个鼻子 看到谁的问题 鼻子和谁有关系 通过一系列的联系 我们要找到肺 肺开窍于鼻 所以最后怎么 把肺的问题解决掉了 它在外面的表现 自然而然的也就解决掉了 这叫做以降策脏的问题 所以整体观要学什么 在学整体观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框架来 人是一个整体 你不能头疼 治头 脚疼 治脚 头疼 有可能是肝的问题 头疼 也有可能是肾的问题 头疼 还有可能是皮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等等其他的问题 脚疼呢 也不一定就是脚直头的问题 是吧 它也有可能是肾的问题 它也有可能是皮的问题 所以头疼治头 脚疼治脚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那种处理方法 就是太简单了 我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小枝头 最后拿个刀子把它割掉 成五个了 那为什么长出来了 人家其他人为什么不长 为什么你长 你得找到问题了 你现在把它一割 它过两天再给你长一个了 这事就麻烦了 很简单 你看那个问题 比如说很多人 颈椎增生了 腰椎增生了 膝关节里边增生了 就是增生了 增生了就是多了 长了个小骨刺 那为什么长了个骨刺 反正你是疼的不行 老百姓也不管那么多 我咋知道我长出来的 人家就长出来了 反正我疼的不行 那医生你不能这样啊 医生你不能问病师了 你凭啥长一个 人家为什么不长一个 他医生不能这样干活 医生也不能这样说 那你地方长了骨刺了 我拿个刀子给你割掉 或者我拿个小搓刀 蒙公用的那种小搓刀 我给你割掉 哎呦 这种嘛 把我们的医医尝尝就要做手术了 去掉 今天不疼了 明儿呢 又长出来了 后天呢 又长长了 你不能一长就隔 一长就隔 一长就隔 动不动就动刀子 中国人可是最反对的一个词 就是挨刀子 骂人都在骂 你这挨刀子的祸 是不是 谁也不愿意挨刀子吧 那为什么我们动不动把它割一刀 所以作为一个医生 你首先为他为什么长出来了 他长出来的 这是一个表现 和那个树上面那个枝叉子一样 为什么你这个地方长了个叉子 为什么呀那个树 很挺拔 这个树枝枝叉叉的 那你就得修理 你修理不是把这个枝叉子去掉 为什么 找到原因 这才是中医看病的一个基本的思维 那么也就是一个什么 整体观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二一个呢 人 他与自然界 自然界的同一性 因为人你是自然界 当中的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很多人很自私 我们经常见到有些人这样说话 说我管他那么多了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 不就是八九十年 百八十年的事情吗 我要好好的活着 请问你怎么好好的活着 中国老祖宗都讲了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那什么叫做人不畏己 就是什么叫做人要畏己 你自己把自己的位置摆清楚了 说我管他那么多呢 儿子要回来了 老公要回来了 我管他了 你们爱吃不爱吃 我自己先碟饱了 我自己先美美的吃一顿 有钱我自己美美的逛一顿 花一顿 我自己活得很舒服 那你把你自己变成一个什么了 你自己只是把你自己变成了一个 生物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你和自然界当中的那些草木 没有任何区别 是有生命 不假 所以人最怕的是 把自己当成一个生物体的人 因为人 他还是自然界的人 自然界造物 造了无数个物 同时也造了一个人 所以你经常可以在马路上看见 是吧 说芳草稀稀 提示我们 不要踩踏 说小草是我们的伙伴 不要踩踏 其实小草不是我们的伙伴 小草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也会说话 你不见刮个风 他向你在摆手 所有的花开了 你都觉得很漂亮 现在有很多人特喜欢旅游 特喜欢踏行 特喜欢玩 出了门子带着孩子 说妈妈 你看这个地方的花长得可漂亮 他妈妈一说 来我给你摘一朵 给你别在你自己的脑袋上 孩子美了一时 而这棵草 这棵花 这棵树 哭泣了一声 那是人家的佩佩 你把人家搞怎么了 那人家最后这个花落的时候 叫做什么 瓜熟体落 花熟了 花落了 你现在省省的就把人家掐断了 那就相当于一个人怀孩子 怀到四个月五个月 你把人家流产了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你愿意不 他们都给我们人什么 朋友 亲兄弟 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母亲 那叫地球 或者叫自然界 所以经常有人讲 有个广告 有个公益广告 是这样讲的 说人类拥有一个地球 我常常被这个广告 我很反感它 是个公益广告 仰视里边的公益广告 不是人类拥有一个公益广告 地球 人你何得何能 你还拥有了个地球 你把那地球抱回去 是地球孕育了很多生物 包括了人 而人是地球这个母亲的孩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爱护地球 为什么要爱护自然界 因为她是我们的妈妈 为什么我们不能踩踏小草 不能随便摘花 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兄弟姐妹 你今天回去见了你姐姐 一个星期不见 你见了你姐姐 过去把她耳朵一久拽下来 还是见了你弟弟 把她的鼻子给咧一下 这个不可以的 要爱护 所以人和自然界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既然我们人 它和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 那么人又具有了什么属性 具有了自然界的属性 那么具有了自然界的属性 而自然界是有规律的 自然界的所有的规律 它是科学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自然科学 所以医学又具备了 自然科学的属性 所以时时刻刻要把我们人放到哪里啊 放到自然界当中去联系它 去想它 比如说我们人体的呼吸 血压 脉搏 心率等等 它会随着一年四季阴阳的变化 和一日四季阴阳的变化 而发生截律性的变化 再一个呢 不同的地理位置 它的人是不一样的 尽管我们大家都是人 为什么非洲人那么黑 比如说太阳晒的 那今年熟天 在我国很多地方 尤其是以西安为显住的 温度也高得多得多 所以西安大街上有一个广告 有一个广告牌子 说今年熟天回非洲去避熟 那就说明西安今年比非洲还日 怎么把西安人们晒得黑了 人家遮的伞 人家抹的防晒霜 你不用抹 你不用打散 你在院子里边塞 自然都把你塞成非洲的那种黑人 如果一年四季这样塞 那把不准 所以不同的地理位置 由于它的阴阳二气的不同 所以就造就了不同的人种 比如说我们汉族人 它就叫做黄皮肤的人 黄皮肤嘛 黑头发嘛 黑眼睛嘛 那不可能长个黄皮肤蓝眼睛 谁造就的 自然界这个妈妈太伟大 所以我们要和自然界什么 迎合起来 你既然是自然界的生物 那么你的一切生命活动 必将适应或者顺从自然界的变化 所以我们后面在养生学当中 要讲到春夏养阳 还有讲到秋冬养阴的问题 我们在并写当中也会给大家谈到 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 挂爱豪还要画龙舟 为什么冬至节要吃饺子 为什么中国北方的人是先吃饭后喝汤 而南方的人是先喝汤后吃饭 这些叫做什么呢 叫做习俗 但是这种习俗是怎么形成的 是人为了适应自然界 一年四季的阴阳变化 而主动的去适应的 因为人永远是人 人你不能被动的适应自然界 而应该主动的去适应自然界 所以在主动适应自然界的过程当中 就形成了很多民宿 包括还形成了什么 很多的名言谚语的问题 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结晶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老祖宗说下的话 轻易别否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一说老祖宗说了啥 动不动就来 你们那是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今儿又是生活在了什么时代 不论你生活在了什么样的时代 那只是科技在进步 只是日历表上的上面那个年头 2017年 2018年 再过100年 它也就是变成了 2027年的问题 但是自然界和人的关系 永远不可能更改 自然界永远叫做自然界 所以人和自然界具有什么 高度的统一性 因此在整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中医就要把人放到自然界当中去 又讲个什么呀 引地之疑 和引食之疑的问题 引人而医是这样的 引食而医引地而医是这样的 这在中医学里边叫做三辩论治 就是三因之疑 三因之疑的问题 第三一个呢 人与社会的同一性 人永远是社会当中的人 你不能说妈妈把你生下来 生下来以后你就是一个人 这远远离一个人的标准很远 妈妈把我们生下来 我们只是具备了生物体的人 然后我们自己学会了 能够应对主动的适应自然界的时候 那我们就成了一个生物体的自然界的人 但是你能不能适应了社会 我们今天不是有很多愤青吗 上至九十岁 下至十几岁 每天都在骂人 当领导的也在骂 当员工的也在骂 干部在骂 群众在骂 大家都怨愤得很 谁都在说 这个社会怎么了 这个社会不怎么了 都好像有鱼肚子的委屈 但是我们能不能静心地想一想 当你怨愤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多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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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